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接着你觉得你又掉洞里了 把情欲当成一个洞了 是吧 情感当成一个洞了 当成一个或者什么呢 首先你平等 每桥路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边难走一点 是吧 两桥路而已 这就让你看起来珠海 你走这桥路 走高速还是走低速 没有什么洞里洞外 知道吧 那桥路不太好就成不了佛 所以你选择哪桥路而已 我只是讲那桥路上有什么障碍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 也可以啊 你可以去爱台情书爱去成佛 没问题 不办 诸法平等 毕竟空嘛 只是大家一说这个好像吓一跳 好像这个事情有问题 这老师是不是传播邪道了 那情欲能成佛吗 佛一直说是离情趣欲 但佛还是诸法必经苦 诸法平等 那诸法里边包还不包开情欲 但是是走不通 很难走 老师都是说走不通的肯定不要乱走 目前我觉得你走不通 你可就是 比较难所以你就也 也就不要管它了 就是就当了颜 就不要想说 这是法门案 专注在一件事情 自己一件事情上 我们也是有一团什么东西在那里 一直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经常也说不清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一团什么东西 焦虑 一直在那里 左签右签 只要那个不出现 那就居然可以 稍微的 你现在是又聚焦在某个事情上了 我发现 又自己的这一块 又被你哪个东西牵错了 所以你聚焦了 你就是这样 状态 你一旦聚焦在这个葡萄上 你一定要这个葡萄怎么样 那你就从聚焦到执着 全部产生了 然后一执着 它就吃完一个苦 就又产生了 嗯 所以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翻译 那能怎么样 你说断了 这本来也没啥断了 你拿起拿不起 放不下 就这么呆着呗 然后不断地继续学佛 继续清闻异都门网站 继续看经典 继续念佛号 继续持咒 继续打坐 然后葡萄在这儿 你在这儿 然后还莲子 还在签着 切着切着 切着这是一回事 休息是另一回事 先把它放在一边 哎 休休休休休 突然你成长了 这块 葡萄好像没问题了 我是我当时到 大家不牵挂了 那不代表 大家好朋友也罢 或者什么都行啊 现在你已经聚焦这个葡萄了 又把心又挂上了 现在说什么有什么意义 先把它放在一边 不用管它 就不处理 你处理不了这就是 真的是拆下眉头又上心头 从你擦处理 断不了 拿不起 放不下 它是一种情感的东西 也不要去 一定要探究它是对的错的 正的邪的 或者应该不应该 探究这 人就是有情绪 它就是波动 它就是一些执着 有缘来了 就是这样的 不要给它下个定义 这就是个自己弄起来的状态 突然聚焦 突然切换了 那把它放在这儿 有葡萄 我继续修我的 修修修修修 突然从这儿就 年龄里边斩 解脱了 那个时候 不管这个葡萄出现任何种问题 你出现任何问题 第一是 你无怨无悔的 可以承担一些后果 你愿意担当 为它出现的 真实是错误的 没问题 是吧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 撒掉错的对 承担后果 然后承担责任 什么境界里边你都自在 因为你不再年龄 不再年龄 很独立 你都有自在的处理问题 捏在年上了 你咋处理 只是佛的正直戒 告诉你就是 第一是年上的时候 你能够知道自己 保持一点绝照 保持不住的话 用佛的直戒 或者用佛的念佛号 修禅定 这样来代气 就是能够调心 调整一下 然后去 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 要个什么结果 不要想太多 就是这样 但是修行 坚持坚持 更精进地去修行 不要放下 你不是用各种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你更精进地修行 修行到一定时候 这个问题 没问题 让自己迅速地成长 确实在这些事情 你也会成长 你也是一面子看到你的东西 在验课的事情上 继续走 这就像 这个例子是有点像 我们在那走结不出太多经验的 请这回事 就像十岁的孩子 他丢了个小汽车 或者他喜欢一个小汽车 在那折腾 是吧 他能走结出多少经验来 所以说我应该还是不应该 喜欢这个小汽车 我为什么 我对他哭是什么原因 我难道真的爱这个小汽车 是我彻夜不眠 不吃饭 不睡觉 难道我的命 一定不比小汽车重要 你想这些有啥用呢 是吧 如果他说 我跟他妈说 我怎么能把我对小汽车 这个思念放下呢 是吧 这个玩具汽车嘛 他喜欢上了嘛 他怎么能放下呢 他妈肯定说 你继续往那找吧 找到20岁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玩具车 拿过来他也不要 是吧 找到20岁了 他会考虑 当年小汽车那个问题 怎么解决吗 他没有了 那个不是问题 因为他的心智成长了 他约通了 他解脱了 他站在每个维度看完间 你说他可以要小汽车 也可以不要小汽车 是吧 但是那都不影响 然后他还去说 他妈还问他 你总结出对小汽车 喜欢不喜欢的经验了嘛 你是怎么放下那个小汽车嘛 会不会这种问题嘛 你是拿了还是放了 是吧 他说 那个时候有点无名 这样说 我那个时候不懂嘛 我不懂事嘛 我那个时候 只能是这种答案 他能用什么 总结出什么经验 唯一总结出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我现在喜欢大汽车 跟那个喜欢小汽车一样的 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要再长幾十年 我要再成长一点 可能大汽车不行 这就是唯一的 能怎么样呢 你在里面 这块 十岁的时候 你那时候折腾 没有什么经验 是吧 现在我们的 不是 觉醒的过程 在觉醒的过程中 就是心 心 还是小孩子嘛 因为你没有彻底醒来嘛 半门半醒 这是不 经常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 控住 被三界六道的法效 控住 被成像 控住 被自己的状态 控住 有许自己被困住 没关系 困住了 去爱佛的政治界去观照他 觉照他在这修 见识烈心 困不住你就自由飞翔 就是这样 困住了也不要怕 不要挣扎 不要说 我怎么困住了 懊悔啊 抱怨啊 觉得自己错了 自己怎么退步了 自己怎么把自己 骂成一堆 对吧 困住就困住了 这个事情 你继续学佛 你继续修行 那有什么呢 这个事情也必尽空 只是它会让你很长一段时间不爽 你展现不出 无有情空的那种状态 就是很烦 每天就像英雄密布 是吧 唯一的后果就是这些 每天七上八下的心理 就是这样 然后很烦 好像不爽 好像整天整天就是糾约 唯一的就出现一些状态 但是你要是坚持修行 你的一些状态 会一次比一次轻 虽然你 十岁也会被控住 二十岁也会被控住 三十岁也会被控住 但是 同样的那个 控住你的那些东西 你会在那个状态里面 你会迅速的 打牢自己的时间会缩短 迅速的自己就走出来 一直到你最后抠不住 任何东西都抠不住 就自载 自我里面多个没完没了的 看上去挺有道理的 这句话 你又开始了 还就是以前你坐在这 我说能不能喝杯茶 我能不能不给自己下总结 喝杯茶 你能喝啥茶吗 考试 考试 最起码转移一下注意力 老师顶着自己看 转了牛角尖了 然后说 我能不能不从自我里面走出来 我会怎么怎么自我 怎么虚妄的 你不能不考虑自我 这不就虚妄了吗 你去总结自我是虚妄的 每天总结有啥意义 你去喝茶 自我计是希望的 咱不想它了 对吧 情感也是希望的 咱不想它了 广州是希望的 咱不想它了 去喝茶 你看 这杯茶水 这么有质感 喝到嘴里这么有味觉 感觉 喝到肚里还暖暖的 是汤 终于喝出来了 是汤 没喝过茶 拿来烫 就是 其实转移注意力 让自己活在另一种 另一种觉寿里 也是一种方法 因为你现在看一种 看了好多概念 你现在不断地在总结自己 不断地想出一个解套 说是 这个我应该怎样 应该不 其实也是挺累的 你现在标准的 就是有一点点 钻了牛角尖了 钻到佛概念的牛角尖了 钻到佛概念的牛角尖了 没钻到四手法 不要了 不钻了 突然又钻到佛学的牛角尖了 佛学的概念 世俗法 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有佛学的概念 去盯住它 盯住它去 一定要有个说法 拿佛法来总结一下 然后不断地盯着自我 自我 老怕这个自我不虚幻了 不断地提醒 有个自我在这儿呢 有个自我在这儿呢 他又犯病了 只能说我们没有圆满一天 就是 只是 也排不上退步吧 嗯 就在道上的 就这样 事好事 在修正之中 你只要不放下修行 排不上退步 那最起码现在你 怎么会退步 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又一堆佛话 在跟我交流 什么着香 我都是老人学的 是 以前第一次没有啊 你不会说啊 好歹 就算口头才也懂了些嘛 是吧 以前你 我就不行了 哭鼻子了 是吧 是吧 只是眼力 没有佛话 现在还有佛见底 他没太大起座 这句话我能说出来 而且有一段时间 我会沉浸在这个佛的见底里 觉得自己很轻松 挺好的嘛 这个挺好的 这怎么能是退步呢 你继续修下去不就行了吗 那错过 不透不执着了 又执着那个 那个继续往前走 又执着那个 没关系 但是你会逐渐的 逐渐的越来越清晰 对佛的见底 而且也纠缠的时间 越来越短 而且放得越来越快 甚至说有的不放下 我走进去了 走进去你也有佛 都直接去处理 挺好的 我走进去 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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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去